哈喽大家好我是尾哥 玩者荣耀最近积昏奪宝限时折扣 通过每日充值击涨了2741的积昏 那么今天就用这个2700多的积昏 去看看能不能抽到荣耀水晶 我们先把刚才送的底蕴券给用掉 然后开始抽奖 第一次五人抽都是碎片 第二次也是一样 第三次也没什么好东西 第四次抽完就出现了一个极星高照的牌子 原来是折上折 就是原本五年抽要200积昏 现在180积昏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继续五年抽看看 感觉都没有什么好东西了 随后又进行了三次五年抽 然后又出现了极星高照的牌子 而这次居然更优惠了 只需要140积昏就可以五年抽 那么我们就继续抽 抽了两次五年抽之后 没想到又出现了一次极星高照 这次之后就是140积昏一次五年抽 随后抽到积昏不够五年抽 就单抽了两把 反正这2700积昏花出去 荣耀水晶是没拿到 不过这里发现 大家如果多存点积昏 这样去五年抽的话 如果中途会出现这个极星高照牌子的数量多的话 那么这样还是可以省下不少积昏的 比如说你存20000个积昏 然后再去夺宝折扣的这一天去抽 那么可能就会省下非常多的积昏 那么小伙伴 你们这个假期有没有去抽这个农药积昏呢 有没有一花就种农药水晶的呢